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片来源 中时新闻网 文网 根据东森新闻报导 台中慈济医院曾有一位84岁病患 受到妻子影响吃素30年 没想到却离患肾脏病末期和尿毒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经过治疗后好不容易才从鬼门关前就会来 关前就会来 不禁让人纳闷 但已经戒掉大鱼大肉为何还会对身体造成严重负担呢 更严重负担呢 经过了不得 关前就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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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前就会一元 在赶紧 社工人纳闷上 三百人纳闷上 三百人纳闷上 到柴边 银行响吃素30年末里 三百人纳闷上 诗意图片来源 忠实电子报 电子报 医师指出健康真正的关键在于食材上的选择 如果蔬菜的料理方式都以多油 料理方式都以多油 油炸的方式料理 即便是素食也会对健康造成负担 再加上许多素菜会利用食用油和香料制成加工品 制成加工品 沙拉油中过高的零含量 含量还会影响身体吸收钙质 钙质长期吃下来可能会导致身体缺钙 缺钙 骨质疏松等问题 提 普遍来源 自由食报 食报 对此 营养师也建议大家无论吃荤食还是吃素 还是吃素 都要尽量选择原型食物 食物 并以少油 少盐的方式去料理 泡理 纯素食者则要多选择低蛋白饮食 白饮食 尤其是慢性肾脏病患者更要留意 好留意 倘若吃太多高蛋白食物便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脏的负担 严重者还会导致肾脏功能衰竭 衰竭 不可轻忽 图片来源 疯传媒 完美 不管是荤食还是素食 固食 均衡摄取 少油少盐才是维持健康的关键优 快提醒家人朋友 提醒家人朋友 吃药吃的健康哦 文章来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